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版 美国人也拍的 对 这各国都拍过了 各国都搞了 日版的西游记 剧照 日本版的 你看 日本版的西游记这仨 中间那个我怎么觉得像是香港版的张学友啊 而且唐僧是女演员反串 日本女演员伸金慧礼反串出演 唐僧 唐僧要这么漂亮 确实妖怪们流口水 这下边是Q版的西游记 Q版的西游记 来讲讲西游记 其实我觉得西游记是四部书里面最古怪的最好笑的一本书 就我 我那天我们跟周星驰做节目啊 就周星驰不是那天跟我们说他其实没有读完过 对 他其实根本没从头到尾读过一遍 但是我一直觉得他的以前的两部西游啊 以前那部老西游啊 是很完美的诠释了西游记精神的 就我真的这么觉得 为什么 因为西游记 你这么讲法也挺有意思 怎么讲那个西游记是什么样的书 西游记是一个简直是古怪到就滑稽到极点的书 他这个书 当然后来我知道很多人说的 什么三教合一的精神是怎么样 佛家的教精神该怎么解读 都讲得通 但是你想想看 对劲吗 怎么想都不对劲 你说这个大唐唐的三藏法师啊 三藏法师在这个书里面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你记得61回他碰到那个小雷鹰寺 不是妖怪伴的吗 现在祥云之中有点凶光吗 孙悟空不是说师父这好像是假的吗 他说这傻猴子 说这当然是真的对不对 然后就要去拜 他说他只要信他就是真的嘛 他是盲信完全是 等到最后你想想看这个书里面 两次聚到雷鹰寺 第一回遇到假的 结果果然上了妖怪的当 第二回遇到真的了 又轮到孙悟空那师父 怎么来到真的了你又不拜了 然后要过那个独木桥他还又怕 他又懦弱 更离谱的是这个书里面 到了最后你看如来出现 那是什么场面 如来两大弟子 阿难 且业尊者家业尊者 好来取金吧 带着到取金阁 你记不记得他们在干什么 在取金阁里头 跟唐三长谈 来这拿金 有没有点人情啊 有没有点人情 收贿赂 你想想看 跟他收贿赂 这不全嘛 你没给他东西嘛 所以给的金都是不全的 然后到后来 连如来都在怪他 如来都会跟唐僧说 哎呀你跑这么大老远来取金 你不带些盘穿过来 这么容易给你换回去啊 这个佛金在如来那说成 居然是个 应该用真金白银来换 然后他取了半天这套金啊 还是个莫名其妙的金 你看到他问答里面讲的是什么 这个套金里面讲的就是什么 天文地理的知识啊 生活小百科 十万为什么 十万为什么是这些玩意儿 然后还不全 还是残缺本 搞半天你最后搞什么 你说这是 就是孔子讲的 要止步于怪力乱生 中国的真实 怪力乱生到起点 从那个时候开始啊 就对人间 整个中国啊 对人间的兴趣 远远大于对自然界的兴趣 这是唯一一本 唯一一本去探索自然界的书 但是处处写人间 处处写中国社会 而且极端典故 所有的外国都是中国 对 很像中国现在办的旅行团 对不对啊 跑到老佛爷 跑到什么地方都在讲 现在你中国人出去旅行 都是这样 这不是用北界的什么什么吗 看任何东西 都是自己的自我烦躁 但是呢 我觉得你讲的这个地方啊 正是这个西游记啊 让我觉得幽默的地方 就是中国这些文人啊 这作家啊 你要想想它最早来源的状态 你看包括这个三国演义 水浒传西游记 是吧 它是都有个漫长的积累过程 它其实是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 多少代说书人 从宋代 甚至于唐宋传奇的时候 就来讲 那你想 它这个说书人呢 在茶馆里说书啊 谈古论今 它就是为了吃饭呢 为了吸引人呢 这个故事怎么讲的越好玩 讲得大家有乐 但是呢 很重要最后它成书啊 经过了文人的润色 对 我们得说像是吴承恩啊 像是冯梦龙啊 罗冠忠啊 施奈安啊 这些人 这都是当时了不起 一等一的文人 他们是有境界的 甚至是有我们说的 类似于哲学的 境界的 因为中国读书人 受的就是这个教育啊 所以 而且有时候也放进了一些 孔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把民间的东西改造了 他有这个劝诚嘛 对 他那个时候也讲主旋律 就是说你这个小说写出来 你哪怕是写黄色小说 你的结尾都得说一个因果报应 说你看这个什么 这个必定精进人亡啊 怎么怎么着 作恶必定受报啊 等等 但是我是觉得 他在这个里头啊 流露出的这种生活气息 就像文道刚才讲的 很有意思 打秋风啊 或者说 哪怕是到了这个如来佛祖之地 我们也得谈谈生意啊 这种把这个人间的这种东西啊 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里边 处处让我们看到这个人情世故 但是同时呢 这个作者呀 作者是远在一边的 作者是在看 在跟你写 作者不是佛教徒吧 吴承恩也不算 但是那个时候明末的时候啊 所谓的佛教啊 就明朝的佛教 早就是三教合一了 很混 比如说书里面也是 他讲的讲的又变成道家的东西嘛 对 就就连观音菩萨有时候讲的讲的 也在讲道家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个书 因此它特别颠覆 在四大小说里面 它是最颠覆的 就它三教是夹在一起被颠覆 没错 就你儒家也好 道家也好 佛教也好 我全拿来开玩笑 而且都拿你最神圣的人物来开玩笑 所以现在看起来很石破天惊 很石破天惊 但我怎么又觉得 它怎么翻也翻不出 中国文化里面一些 这个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它里面最厉害的 这个造反英雄孙悟空啊 这我看来它就是走后门啊 它后来碰到任何事情 它其实本领不大 你看到没有 它出去打总归不行 它最后一不行就 找观音菩萨 对不对 实在再不行就遭遇了 对不对 再不行到太上老君那边 到玉皇大帝那边 它就是一个走后门的 这个孙悟空的本领 就是它的关系往厉害啊 没有没有没有 它你看上去是屌丝逆袭啊 其实这个屌丝就是都有关系在上面 所以这一套逻辑 又恰恰是我们中国文化 你说它民间文化也好 你说它官场文化 我觉得是精髓核心 可是我是觉得我不会就这么直接去看孙悟空代表了什么样的话 我比较喜欢看就当成小说来看的话 对这个小说的叙事者 对他在看什么 对因为我觉得这些张回小说啊 这四大奇书四大财子书或者今天讲四大名著啊 几个不同的讲法 里面一个特点在哪儿 就中国小说跟西方小说有一点非常不一样 就这个叙事者是完全跳出来的 跳出来的 因为西方小说不会说看官 你说到这怎么样 然后来就说了说了话 描述描述 等一下这个暂且按下不表 话说这回一标人马远来 又讲一大通 那个叙事者就 我记得是韩南 就是李优凡的那个同事 哈佛的教授 对他有一个讲法讲的特别好 他说今天我们看这张回小说 这几部成熟的张回小说 里面老出现这种字眼 这些所谓看官呢 或者叙事者跳出来 我们老说这是过去传统 说书的那个遗留物嘛 他认为不是 他说文人小说 为什么还要保留这个呢 文人小说拿这个 是拿来当文学手段 对 他是拿来当成就是一种 叙事技巧 所以他那个叙事者的观点 是很强烈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小说家呀 这个角度和立场是很牛逼的 就是说他是一种什么呢 自己在一边的 是中国的文人 后来在这个民间的说书当中 发现了这种距离感 也好 还是其实本来就是这样 这样 其实你比如说北京人的聊天 就好像今天北京人 在家里的客厅聊中南海啊 聊这个天下大事啊 聊聊什么聊聊伊拉克啊 聊美国呀 没有变过的 就是这样 我跟你说他就有点像什么 像是聊另一个星球上的事情 甚至我们要往高里说 这背后有种天地不仁的意思 就是就是你比如说啊 我在想想起来 就是当年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节目 对 对 我说的叫海湾风云路 你知道啊 那个节目做的好有意思 不是 就是我不能自己这么说 就是一会儿说啊 美军今天的炮弹 一会儿说伊拉克民兵 就像当年低刀战一样 就像说书一样这么讲 可是实际上这个节目啊 到今天我还在反思 因为这个节目完了以后呢 有些这个所谓的这个有识之士吧 认为政治不正确 那就是那是战争啊 这是 你把它说成像演义一样 你说成 你把它甚至说你这是娱乐化吗 你这是什么吗 我在一定程度上呢 我也同意他们这么说 你看这是现代人的价值观 可是你看我又老在想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他就是 他像是外星人看地球 或者说他像是咱们这几个 山中方七日啊 世上已千年 就像咱们仨呀 跟这个是早已经远离了这个世界 咱们仨在山上闲聊 把山下的这个事 都当笑话看 或者像北京人私下里聊天 什么都当段子讲 关你什么天翻地覆 讲到我的嘴里 王朝颠覆 只不过是为了斗朋友们一乐 你看他又是中国人自古有之的这样一种讲事情的方法 一种一种态度和立场 咱们先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再给你们看一个日本人的搞笑 搞笑动画 是增田姓柱 本来画了一个搞笑漫画日和 后来由动画界的民间 民监督什么炳太郎 指导TV动画 你可以看一段 日本人怎么调侃西游记 你可以看看 三藏法师已经前往天竺 旅途中劫难重重 终于走到了尽头 西游记旅程的终点